今天是3月20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40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目前属于一个震荡的行情 不管是权重还是题材表现都只能说一般 那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持仓继续看多 还是减仓选择高位兑现 权重板块表现不如人意 但是题材板块也是让人比较失望 除非你去咬住腰股 说腰股之外 其他的一些个股的话 持续性都不是特别的好 容易出现横按钮 那在这种情况下 指数看起来不错 但是赚钱难度却非常是大 那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去参与呢 哪些方向要重视呢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 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对指数的行情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就是一个高位震荡 昨天一跌以后 有人说哎呀A股要大跌了 以后一涨后 有人说要大涨了 其实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轻指数增购股 没有出现重磅利空的情况下 A股大概率还是走这种震荡的行情 不必要纠结 但是这震荡行情当中 想要赚了钱 那就有难度了 什么难度呢 就是你要咬住核心品种 那么咬住核心品种的话 你还能咬住龙头才能吃肉 但你又是那些跟风的 后排不涨的 你去追高的 那我估计现在的心情是非常之不美丽的 是非常之不好的 所以这种环境下 A股做起来感觉是越来越难做 对不对 大家可能发现 A股虽然说指数没跌 但是你的账户 想要上去 想要大幅度增值就是很难 甚至还在不断的阴跌 甚至有些人说 我的账户在缩水 是不是惹症的情况 说白就是当下行情 你看起来不错 但是真正的想要你赚的钱 是比较难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 它容易出现什么 核暗柳的行情 所以你去追高的话 是一定要保持理性的 这个时候我一直强调大家 不要盲目去追高 找到主线品种去做潜伏 做低息就好 拉高了我就减仓 拉高我就跑路 急跌急杀 杀到支撑位了 我就什么 我就买点做个差价 这个策略 这个失度是没有问题的 不说别的 就拿大家关注的最高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证券 这里是一个明显的特点 对不对 你看证券板块在今天又出现跳水 你看一下 昨天杀跌 今天跳水 在前面几天 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的 我估计现在心情是非常之不好的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个节奏 在这位置去追高证券 我觉得是非常之难熬的 但是你要是在拉高的过程中 减仓了跑路的 现在跌下来 你再去买入的话 你再去接回来的话 现在是不是非常舒服 现在是不是非常之好玩 是不是 它就是这么个节奏 就这么个策略 所以朋友们 你的方向做反了 那么你就会非常之难受和难熬 所以证券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整体来说 它的位置就会比较低 对吧 中长期来说 它就是一个可以潜伏的点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做短线 你要看短期收益的话 就不要去看证券 不要去看证券 你你要去参与证券的话 你就要 你要考虑好持久账的准备 因为证券每一次 它调整时间比较长 但是一旦它调整结束的话 短期爆发力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就赚这一波爆发力的钱 这是还需要注意的 好 除了证券之外 其他拳准板块表现也不是特别好 你看中士头的话 近期的走势 也是属于一个高位的震荡 对不对 对中士头还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中士头它有一些是属于叠加 题材 叠加一些科技 叠加一些其他的 所以科技比较强势 它反往往往往往就是在近期限 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移动 对中士头的方向 我觉得大家是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跟紧的 后面潜力 空间我觉得也是蛮大的 对于这个方向 大概率走什么分化行情 其实说白了就是 对吧 它设计的多个行业 走分化行情 涨多了就跌 跌多就涨 你不要忙着去追高 但是你也不要忙着去什么 去割入 另外一个这段时间 核心就是在科技加军工这一块 所以如果你要参与中士头的话 我觉得你要咬住这两个方向 是科技加军工 涨多了 我刚才说的涨多了 可以减点仓 跌多了 我们可以什么一个接回来 做个差价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军工 包括这一块的话 近期表现比较强势 不能盲目去追 但是回踩的话 调整的话也是可以博弈的 现在的行情下做解析 真的不管是哪个行业 不管是哪个板块 它的持续性都不是特别的好 哪怕是最近强势的科技品种 它持续性也不是特别的好 也许最高也容易被哼二流 也容易吃面 大家觉得是不是 好 在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市场轮动在加速 轮动在加速 就是属于那种轮涨的 所以我们就持有一个态度 那就是和谐品种的高低切 或者说做一个补涨 这个策略 这个思路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就是什么 就是每天的A股 这个强势板块 它都是属于轮动软化的 你去追高 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那我们来看 今天表现最强是同背板银接 还有医疗服务 短距游戏 低空经济 床媒乱七八糟 今天涨幅最新的这些 几乎都是乱七八糟 但你可以看看 床媒 卷土重来 短距游戏 卷土重来 还有这个稍 稍拉 对不对 包括的低空 低空经济 昨天调整下 今天再次上涨 所以也在前面也跟他讲过 这个方向该怎么签 怎么看 说白了就是调整 就是机会 尤其是像昨天的低空经济 我重点讲过 对吧 昨天冲高回落 有人问我说 这个低空经济还有戏吗 其实我在昨天也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低空经济在这个位置 我们到底该怎么操作 他现在是市场了一个绝对的主线 那么你的票是不是核心票 是我们龙头票 核心票龙头票 我们继续看多 继续躺没毛病不纠结 是不是 后来跟风的 那么跟风的拉高了 我们可以逢个减商 逢个抽退 这个没毛病不纠结 那这样 低空经济的话 今天有多数票大涨 多数票涨停 你看一下有些票 它是走连续涨停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看多继续躺 有人会说 那怎么理解 例别说像 对吧永瑞 它是这段时间核心品种 每天就是一只板一只板这种上去的 明摆的就是一个强势 明摆就是一个龙头 那么这种票我们就只要躺 有票就只要躺 没票的那没办法 只能看信 是不是 有人就能问 这些票我买不进去怎么办 买不进去 你去少一些其他的一些联系票 做个低位的博弈 例别说 像北伟的这种昨天被押了 今天又反报了 那么这种就是做一个低吸的博弈 像安邦护卫 这些包括南海对不对 找一个盘中的分歧点去博弈 但是博出了 不好意思 你该是吗 该减仓减仓 该撤退撤退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股民 尤其是最高 也是一定保持理性的 包括你看传媒 传媒的话 在昨天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今天再次出现反报 那么这种行情下 你去追高 就比较有郁闷的 你像昨天的情况 你去追高 昨天冲高回落 那么你就被套住了 那么今天的话 你去做 是吧 做个低吸不就吃肉了吗 在这里 我们也不得不说一个事 什么事 就市场在这个过程中 看起的很美好 看起这个指数很美好 当时赚钱是难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传媒的个股 可能大家就明白 翻看 传媒板块 今天有多支票 是表现比较强势的 也走也走20厘米的 10厘米也有几支 感觉哎呀 这个方向还不错 涨停票也不错 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一下后盘 今天传媒板块 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是指天科技 还有个是谁 还有个是电管传媒 你看这个大家是不是懵了 这个票昨天很强势 大家看前面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放量涨停 昨天是一个明显的 弱转强的一个加速 按理说 昨天是一个缩量的幼转强加速 对不对 那老股民 或者说一些技术 比较好的一些股民都知道 上这种分尸图的话 他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 一种进攻的表现 那么按正常情况 这种分尸图 那么第二天大概率就是高开 苗板 高开涨停 或者说一支板涨停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今天直接就有什么 低开被暗了 昨天那么强 今天就那么弱 所以这种行情下 昨天在追高打满的 我估计现在 心情都是非常之不美丽的 如果是以前的话 像这种 这种k线对吧 这种k线的话 今天直接就是什么 直接就高开涨停了 或者说苗板了 但是今天还是备暗了 不仅是电额传媒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话 这种时间 这个票 确实有很多这种趋势 就是容易备暗 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行情是不错 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想赚钱也是非常难的 不仅仅是这一种这一个行业 其他的行业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你看今天这些大涨的票 你敢追吗 我先问一下大家 我估计大家现在都是比较困难的 都是比较迷茫的 不敢去追 但是你不追的话 又不知道往哪里去 对不对 你看今天还有一些手机游戏 这些表现不错 有人会说 猪肉是不是强势 昨天猪肉涨了 今天继续涨 对不对 那么猪肉这些多时间为什么涨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那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方向的话 你想去参与的话 想去博弈的话 可以 你就找分歧点去逐博一个反出反弹 没关系 但是盘中极大冲高了 你也不能盲目去顶 也不能盲目去追 追错了顶错了 你就是去接盘了 你去上岗的 是不是 这段时间的话 它大概率就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前期跌的比较多的 一个资金的一个高低贴 就是高位的资金不敢去了 就做这种低位的 来做一个怎么做一个补涨 大概率就这个样子 包括前两天给大家说过的北九 也是这种策略 对不对 前期跌的比较多了 近期出现一个什么反弹了 反冲了 也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我们核心品种 就是科技汽车方向涨得太高了 你看又没有新主线来接力 所以资金就做出了这种轮动 轮换的动作 现在这种行情 就是这种整体 就是这种策略 好 那么我们操作上面 朋友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这些都是属于轮涨 补涨 并不是属于一个新主线 所以最高的话 是一定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的 好 我们看出后排 跌的比较多是青海 还有排鱼壮实金属 其实跌幅度不是很大 就是属于一个微跌 说明这个市场 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恐慌 并没有出现什么 特别大的一个资金出逃 但是 越是这种时候 我们的股民就越难受越难熬 每天看到也那么多涨前板 五六四只六七十只大 但是钱就是赚不了 为什么 其实说白了 其实现在这种难度 很大 说白了就是这种持续性 很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个办法 咬住核心品种 咬住笼合品种 反复的去做一个什么 去做一个高低切 那昨天给大家讲过 要防一个风险 高位苦的兑现 昨天前天给大家说过这个事 前段时间表现比较强的是中特估 对不对 那么这段时间综合股表现就不太好了 那好 回到这个市场 一直讲要咬住核心品种 那核心品种在里 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方向 包括汽车 那问题是 可能说这些 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看起来表现比较好 看起来比较强势 指数在不断的什么 不断的马上走高 也是走出了一个反弹的 一个继续的走势 但是想要赚钱也很难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个股可能你就明白了 翻看 联工智能板块 今天也多数在大胆 多数票涨起来 但是你看这些票的话 比如说像这种男一位突然就起来的 还有包括什么华策 包括黄康 包括药石 中威 华语 大家发现没有 激活都是所有第一位的 突然拉伤的 这叫第一位补涨 那像这种票的话 你能把握住吗 很难把握住 对不对 在今天上涨之前 你不会知道他今天会涨 今天会大涨 所以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你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 非常之纠结 非常之难难受 那么怎么理解 其实从昨天 包括这段时间表现来看 我一直强调大家 做什么做一个高低切 就是涨多了 你不要去追了 不要去顶了 那是第一位调整 到位的底部出现放量的 可以重视一下 博客反收反弹 或者说一些前期的老龙头 做一个什么 做个低位的反弹 你看这种票就属于一个反弹 对不对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票 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好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主线品种 现在的话也是属于一个轮动轮换 你看今天刚才涨幅居前的 或大涨票 很多都属于低位的 对不对 高位的几乎都掉队了 几乎都不行了 所以这段前后下 累计最高 唯一就是 家里有矿 不怕亏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我们要防防他高位股的补跌 防他高位股的撒跌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的 能够是能也好 机型也好 多数的策略 包括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是我在这段时间 一直告诉大家要咬住 要跟紧的 但是新能源车你看 他指数在不断的正当走高 但是很多人说也是赚不到钱 甚至人跟我说 这新能源车 每追一次就亏一次 那怎么理解呢 其实这个方向 在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重点说过 是吧 你看今天涨幅追前的票 像德润这种 就属于第一位补涨的 持续上涨 包括亚新 包括哈马 你看这种票在今天涨前之前 你敢相信他会涨停吗 我相信大家都不敢相信 对吧 昨天谁都不过这套会涨停 所以这种票就属于底部的轮涨 底部的补涨 但是从技术方面说 又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有些票 他就属于什么 人气票的回暖 大家看一下 今天涨不出钱票 很多都属于什么 前期的人气票 前期的一些龙头票 所以我前面一直讲 一直讲 你实在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 去找一些老龙头 去做个跟踪 就比如说这种是不是老龙头 是吧 那么老龙头的话 前期在这里回彩比较充分的 那么你在这些低位潜伏进去的话 这些反拉拉起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利 我们就可以跑路了 这种节奏 这种策略就出来了 那很多人说 哎呀哎呀这这票涨了 怎么办 还能追吗 涨了肯定是不能轻的去追 但没涨之前 你是不是可以潜伏 不仅仅是这种票 你去找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票 对不对 拨一个反收 拨一个反弹是没有问题的 当下的这种行情操作难度 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朋友们 不管是权重还是题材 虽然说指数没怎么跌 但是在个股 想要出现连续的大涨 这个持续还不是特别的好 从涨停板我们也可以发现 虽然说今天目前的涨幅 在10个点以上的 或者说涨停板 就是你看接近60加左右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除了除了腰股之外 有几个票能够持续涨停 腰股就刚才讲的这个融类科技 还有那个有一个票是12年版的 对不对 AR对吧 大家可以发现AR的AR的话 在这段时间表现非常强势 已经是12年版了 那除了这些 这两个票之外 那你看其他票能够出现连续涨停吗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 整个全市场5000多支票 只要这个票出现十几个版 还有刚才讲的那个融类 出现这个七八个版 其他票几乎都很难持续 说白了就是追高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看后排 你看后排的话 可能大家就清楚了 后排的话 你看今天虽然说跌幅比较大的不多 只跌在这个 4个点下只有一个 后面是跌了5个点的 4个多点 但是我刚才讲了 永远出现恒按钮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刚才讲电管传媒 就这种恒按钮 不仅是电管传媒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票 昨天是大涨了 今天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杀跌的 或者说是大跌的 你看下这种类型票 前两天是不是很强 现在是不是变样了 对不对 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 是吧 你看这种类型 说白了 就是当下的A股 市场在反复的正道过程中 大家都已经恐慌了 恐高了 就是高位票 大家都不应于去接了 现在的话高位票没人去接了 那么新主线又没有上位 所以只能做一些 第一位的轮长 第一位的补涨 这资金就在医药里面 就在刚才讲的什么大消费里面 农业里面 在里折腾做一个补涨 所以这种环境下做起来都是比较大 既然是补涨 补涨的话就算很难有持续性 在操作上面就是你去追高 用容易什么 用容易接盘 用于站岗 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我讲的那些特点 咬住核心品种 我不好做的我就不追的 我就是在等等他一些 火柴到位的 等他一些前期老龙头 一些老人气票 火柴到一些个支撑位的 我去做个博弈就不过反抽 这个节奏这个策略是没问题 那你能力强的对吧 能力强的我就去做个短线的一个博弈 这个也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是吧 你去追高 那我告诉你指数没跌 你的账户就是跌的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